桃桃子因为演艺工作非常忙 造成身体发出了警讯 其实没多久前 主持一哥曾国成 他也曾经因为录影站太久了 造成足底的肌膜研发作 他还必须要跪着主持 另外还有历经 也许身体出了状况 到现在都还没有复原 他上这一阵子正好张飞 他要转战戏剧圈 而街棒带打的各台的主力主持人 都大半疯 一 三 鼓掌 综艺节目一开录 主持人就得随时掌握气氛 做临场反应 但往往一站就是两小时 主持一哥的曾国成 今天手头上最多有六个节目 因为每天录影 还站到上个月足底的肌膜研发作 一路得跪着主持节目 照样得听完全场 主持站得比忠烈茨鲜病还久 辛苦就是你的气氛如何 能够掌握得很得宜 演戏类跟主持类是不同 终身带的曾国成为录节目 长期久战造成职业伤害 不过也总算熬出头 一个月捞四百万 还跨着戏剧耀眼偶像剧 另外好搭档 火松高 现在手头上也是好几个节目 能够串出头卡位 这是为综艺界大喜台 张北成绩半年多 转战的戏剧 历经则因为身体出状况 还没付出 徐乃琳之前手头上的节目 也减少了 竹各亮则是转台主持 由于天来接棒 吴宗仙和大姐带张小燕 也分别开新节目 几乎各台主力 战将都大半分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 不管是业主 或者是主持人 总是他有他的感情在 可是久了之后 会觉得 这个人好像不怎么稀奇 这是重点 换个新的人来 觉得这个人蛮稀奇的 自身听王说他不紧张 因为老师傅的实力 绝对不输年轻人 不过长江在前 后浪紧追在后 观众口味谁能抓得到 大家各凭本事 绝对新闻 陈清雯是在台北